但是因為我的政治信仰是認為說 反正統一來得快也沒有什麼不好 所以從我的角度會認為 意思就是說中共打過來也沒關係 文傑說 意思就是說中共打過來也沒關係 這件事情等一下我們來論 你剛才講的意思就是這樣 維吾的觀點應該是這樣講 中共如果打過來 你聽聽文傑兄講 那我們該如何自保呢 那維吾的分析 那1949年 老蔣早就應該投降了 如果美國現在呢 要把原本的戰略模糊把它壓縮掉 他現在這個做法是要往戰略清晰嘛 就是表現得好像挺台灣啊 甚至可能台灣也可以加入聯合國啊 那你這麼做 反而會逼迫統一這件事 更快發生 就是你給大陸壓力 大陸有更強硬的動作也不行 那這樣的一個做法 最後會讓統一來得快一點 但是因為我的政治信仰是認為說 反正統一來得快也沒有什麼不好 所以從我的角度會認為 意思就是說中共打過來也沒關係 文傑說 意思就是說中共打過來也沒關係 這件事情等一下我們來論 你剛才講的意思就是這樣啊 今天中共打過來 他如果要打 我們能夠決定他打或不打嗎 你的意思就是 你的意思就是歡迎啦 如果說你不想歡迎 就是對我來講 我也阻擋不了他 我也沒有這個能力能夠打贏他 我想整個台灣大概總動員 也打贏不了他啦 你今天按照自己台灣國防部的軍力報告 就告訴你說 中共軍力現在多強多強多強 所以你根據邱國正的講法 理論上現在危險的不得了啊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相信台灣現在的主流名義 跟我是不一樣 我承認 那台灣現在的主流名義認為說 我們不想要現在就攤牌 但我們也不想要去走向法理台獨 就像過去我也拜讀過梁文傑兄的文章 他也提到說 我們幹嘛現在去無聊宣布法理台獨呢 我們就反正現在這樣務實獨立啊 教科書繼續 反正教這個台獨的教科書 那久了以後時間越來越久 等於獨立 那蔡英文現在做的其實也等於如此 我們要改任何的憲法 我也不想要去改變 所謂的法理台獨 那如果你要這樣混下去的話 美國現在這個做法 其實是讓你混不下去 剛剛文傑兄說 所以中共打過來也沒有關係 是不是這樣 那是或不是 又如何 你喜歡也好 不喜歡也好 你最後要回歸到唯物的觀點來分析問題啊 唯物的觀點應該是這樣講 中共如果打過來 你聽聽文傑兄講 那我們該如何自保呢 其實這個就是那天 正立文問蘇貞昌了嘛 正立文那天不是也問蘇貞昌嗎 他就說 那我們怎麼自保嘛 現在根據這個軍力報告的話 兩岸這麼尋出怎麼自保 所以正立文才說 那你是不是要發展核子動力潛艦啊 還是你要提高更多的軍費啊 還是你這個現在當兵的問題 過去民進黨也支持募兵 至現在可能不行啊 可能一年都不夠啊 可是蘇貞昌也沒有具體回答 他只講說 喔這樣你就是到航 你就是要到航就對了 就跟文傑兄的講法一樣嘛 問題是今天你到航也好 不到航也好 誰好翔誰不投降 沒有用嘛 你是要告訴我們說 如果你要選擇抗中保台這條路 那你要怎麼看法嘛 那維吾的分析 那1949年 老蔣早就應該投降了啦 也不用等到現在 我們現在撐了七十幾年 撐了七十年 我覺得台灣人要對自己有信心 那打過來 如果真的打過來 你就唯一的選擇嘛 你要投降還是要抵抗嘛 我是選擇抵抗 那秉忠可能是選擇投降 那這就是我們的差別 這是我們政黨的差別 就是這樣 Fixedêuicht 控制《王》 視頻 劉 sam 你說 這是 是我 是